让我想到了我父王 虽不想吃人 但父王心中牵挂着一个人 才会念念不忘地 寻找了私生女十几年 王爷真是一片痴心 托柳姑娘的福啊 让本世子知道了父王的心思 今夜不许此情 夜已深 告辞 恭送殿下 师父 方才殿下来说了几句 不嫌不淡的话就走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等 等王爷和世子 再主动来找我们 到那里 大人 我只是窃头戴毕 您犯其他事 为什么要绑着我 少废话 你以为 抓你只是因为窃头戴毕啊 天门关 记得吗 大人说什么 我不知道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 你是不会张嘴的 去看看另外一个 殿下 那个也死了 全死了 看来这一次是打草惊蛇了 少爷 那您说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就是有些疼 大哥 我告诉你这事 刚才啊我在那花坊上跳舞的时候 近距离看到他戴面纱的样子 很像在天门关只会刺杀我们的人呢 公子准备洗漱了 公子请用 清儿 大年三十那一晚 你奋不顾身地救小姐 怕是没有用心吧 公子 您是怀疑我的居心吧 对 我当时奋不顾身地去救小姐 还跟着去后院 并不是真的关心小姐 我就是看准了机会 想找个能靠得住的主子 看来 你为了摆脱厨房的马总管 还真是费了不少心思 公子恕罪 像清儿这样 天生长了漂亮脸蛋的低贱丫头 我不为自己打算 我的命 会比相貌丑陋的丫头还苦 你不用那么紧张 我怎么会不明白呢 你就是想抓住一个 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好好在我身边服侍 我不会亏待你的 多谢公子 好 少爷 这个清儿出现得也太巧合了吧 而且她的体态啊 跟明月山庄的大小姐 那是一模一样啊 你说这 少爷 你要是把她留在身边 会不会有危险啊 你放心 我自有办法 把她留在身边 说不定能帮助我们 搬到明月山庄呢 好 公子 又凌庄来人了 莫公子 莫公子 求莫公子念在家父在天之灵 收留我跟小梅二人 让我们有个容身之所 大恩大德 欲全莫齿难忘 在天之灵 凌庄主怎么会突然 不瞒莫公子 明月山庄一直以药材生意为妖解 让我们药林庄替他们卖命 药林庄只不过是明月山庄手上的一颗棋子 家父不甘心做他们的傀儡 一直想找个机会摆脱他们的控制 家父山座主扎将花部去交给你 带进了京城 不料被明月山庄发现 家父 家父惨死在明月山庄之手 最后只有我跟小梅二人逃了出来 我曾经听我表弟说过 飞云宝在药林庄购买药材 但中途被劫 飞云宝和明月山庄素来不合 这样看来 那药材确实是明月山庄接走了 正是 药林庄参与其中 也是迫不得已 还请公子见谅 我们已走投无路 求木公子收了 快起来吧 我带不弃来京城时 曾经答应过林庄主 要助他在京城 开展药材深夜 你们就安心住下吧 一山一定会信守承诺 祝你们在京城重新开始 多谢莫公子 多谢莫公子 带莫公子和林小姐 下去休息 诺 你们先休息 等你们休息好了 我们再相谈 二位请 少爷 这明月山庄的胃口 也太大了吧 我们收留他们兄妹俩 会不会有危险 之前在天门关 明月山庄设服我 他们早就盯上我们了 我收留他们林氏兄妹 第一 我不想做一个 背信弃义的人 第二 我想从他们嘴里 听到更多明月山庄的消息 这一次会不会是 要林山庄的苦肉计 万一他们真的是 被明月山庄派来的 我们的一举一动 可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聪明啊 少爷教得好 那里快派人 去到林庄查一下 看看那个林老头 是不是真的死了 诺 那我先去收拾行李 小妹 别再多想了 既然我们已经住进了莫府 我想莫公子 应该不是出尔反尔之人 哥 我这是想爹呢 林贼 拿命来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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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杀我 哥 你到底是谁 小爷我乃飞云宝少保主云郎 早就怀疑你们跟明月山庄要勾结 今日听我表哥说起 果然是你们 你们险些害得我们飞云宝马温扩散 无法按齐交出战马 小爷我去药林庄调查 身受重伤 差点就死在你们手上 你说 我为什么要杀你们 你 滚开 快 小妹 小妹 你没事吧 表哥 摔伤了他 你怎么回事 你这莽撞的性子 什么时候能够改一改啊 我刚说了个开头 你停放我就是 也要跟人拼命 没事啊 没事 药林庄也是被明月山庄 威胁利用了 明月山庄的人杀了林庄主 我们的敌人都是明月山庄 更应该同仇敌忾 齐心协力地对付明月山庄 道歉 别哭了 我在药林庄也身受几刀 也没有哭 刚只不过推你一下 你就哭成这样 好了好了 别哭了 那这样好不好 我让你打一下 一下还一下 行不行 你们林家人可真有意思啊 还真就打一下 不哭了 哈哈 哈哈哈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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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